王者荣耀AG超玩会获胜的依据是什么? 几组数字可以说明问题 有不少玩家把胜利的一票投给了AG超玩会战队 那么,AG超玩会获胜的依据到底有哪些呢? 首先,从AG超玩会与TS战队的历史交战记录来看 AG超玩会是完胜TS战队的 两支战队在之前一共相遇过三次 TS战队三次被以诺所在的战队打败 单从这一点来看 AG超玩会占据着不小的心理优势 两人在之前的比赛中一共打了24局游戏 以诺赢了16场,暖阳获胜8场 但就这方面来说,也是AG超玩会占据优势 结合以上数据,我们能够明显感觉出现 这一场比赛AG超玩会获胜的希望还是蛮大的 但就像KPL解说成鬼之前说的那样 在总决赛的舞台上,不被看好的一方不一定会失败 说不定TS战队也会上演自己的奇迹 对于这一场比赛,你们支持哪一方呢?